各位觀眾早晨,歡迎收看《妖才財經》台直播環節,有聞必答 身邊的嘉賓換了就是研究部經理陳偉聰在旁邊,Jason早晨 早晨 家人觀眾早晨,開始解答你們的電話 等家人觀眾打來 聽電話之前,跟進市況表現 恆指下跌80點,報21,925點 成交金額169億 國企指數暫時跌45點,報在1029點 旗幟下跌95點,報在21,922點 低水5點,成交量有38,930多張 我們等待觀眾打來的電話 Jason,不如先談談保險庫方面的情況 非常亮麗,可以跟進財險方面 公佈業績 最新股價2328至10.52 暫時升7% 升7.03 另外,同企母企方面的母親 1339的淫保表現不錯 去到3.81,暫時升7 我們等一等再談保險庫方面 現在聽聽電話,何小姐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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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請問那隻中國移動 還有那隻13個黃黃 兩隻的前景如何,買哪隻好 請 好,兩隻未有貨 先看看就是91方面 中移動83.1,升2毫 另外黃黃方面91.4 怎樣報處 兩隻都屬於一些相對比較大隻 又或者股價波動性不算太大的股份 當中你說看中移動近來的股價更滿 一直都只維持在82元至85元 一個很窄幅的區間上上落落 你看回之前出來的那份業績 你說是不是真的很好 又不算 你說它的盈利之所以有增長 都是很靠所謂財務的收益 就是說它有很大筆的人民幣 就放了去銀行去收息 那這一部分的利息收入 就令到它那個 整體的其他收入方面 就有個相當之大的增長 那所以就變相 它之前出來的業績方面 看上來就不算是很差的 那當然你說 以去一隻這麼大隻的股份 短期裏面 除非你說有些新的政策來推動 包括就說你 會不會真的落實 可以在今年年底之前 發放這個科書牌 那我相信這個會是比較關鍵的因素 那一旦如果你說 都還沒有這些消息公佈的話 那我相信中移動的股價 暫時都只能夠維持一個 就是橫行的格局為主 那正如剛剛都說過 它下面82元就相對是會有個比較大的支持 那上面你看到85元 那個阻力也都是比較大些 那所以短期呢 我相信都是這些的區間 那裡就是發上發落先的 那直到有一天 那當你見到股價 能夠是向其中一邊 無論是下面的支持 或者上面這個的阻力來突破的話 那就會有機會走回一個 比較大一點的單邊 嗯,好啊 中蚊買就是黃黃是不是 是啊,兩隻 哪隻好呢 如果你想著兩隻裡面入一隻 你就要問一問自己 如果你說想著都是一個很長線投資的 又或者 不是說真的想著股價要是比較波動的話 那似乎中移動就會比較適合一些 那因為始終它都等著政策出 那政策一出來 現在股價就有機會向上爆一陣了 那但是你說黃黃來講的 那本身之前出來的業績就相對是比較好些 那但是由於說股價都在對上那個 一個多兩個月就抽了上來現在一些接近高的水平 那所以如果你說現階段這些位去追黃黃呢 那就有機會那個風險呢 就說他接下來上對是九十三元這些位呢 就未必能夠再去突破了 那所以如果你說短期裡面 那似乎中移動就會比較適合一些 那但是你想著 你接下來是想著找一隻比較高增長的股份的 那黃黃呢 相對來說呢 就會是比較好的 那但是就算你說要入也好呢 黃黃都可以等回去大概八十八元左右 這些位才考慮了 嗯 好啊 好 還問其他問題的 好 謝謝 好 謝謝你電話支持的 OK 我們再聽完考驗家庭觀眾先 那這位呢 就是邱小姐 是的 主持早 早安 是的 是的 先生 我想請問這三隻股票都沒有貨的 你首先看賣物得過和哪些位買入呢 可以簡單回答就可以了 那第一隻就是三三一一 第二隻就是華人 第三就是華人置地 三隻都沒有貨的 OK 好 那我們先看就是三三一一 那這隻呢 就是中國建築國際跌2.4 止步12.4 似乎股價好像調整了一會 那怎樣迫住好呢 中間就是講這隻的 是三三一一來講 雖然你說之前 他好市出來的業績 或者接的單都叫做是不錯 但是呢 我相信他去到這些位 整體的股值 都真的叫做比較高的 那特別如果你看回 他屬於一隻叫做建築股來講 他現在PE都有十七倍幾十八倍 那我覺得你說這些位去到買 或者去到追 就不是說真的那麼直撥 還有都見到之前 出完業績之後 都有一些大行 都將它的評級是叫做調低了 所以我相信如果你說這隻股份 真的要買 都等它 接下來再調整多一點 起碼下去可能11.4 11.5這些位置才考慮 好啊 之後另外一隻11.14華晨中國 好 這隻股份都沒有的了 11.16暫時就先升到4 華晨中國方面怎樣分析呢 這隻股份我覺得又相對可以看好一點 因為始終說 他之前出來的業績都相當之兩例 都代表著今年上半年 即使內地的經濟是一般的 或者汽車市場都不算太好 但是始終寶馬方面的系列 都是相當之受到消費者的歡迎 所以對他的業績來說 就沒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反而見到寶馬的銷量方面 都是有個很急劇的增長 我相信你說去到下半年 這個強勢都應該能夠維持 所以這隻股份我覺得 真的要買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初步你看到現在11元 就會有個比較大的支持 你看到昨天和前天和今早來講 連續三天都暫時站得穩 在11元這個支持位樓上 所以你說要買現階段可以搏一搏 這些位買了 接下來就搏去穿12元這些阻力位 好 之後最後一隻是不是1109 是的 這陣子跌得很殘 應該買得沒有 是 好 21.55元 跌的是1.5元 似乎有些大行不同 他講到 銀地方面目標價反而是24.4元 說上半年入帳面積較大 令到其內核心盈利是好過他們的預期 但是 就是貿易發展的毛利率方面 跌到只有27.6% 為行業的水平為之比較低 感到意外 怎樣部署這些股份 是的 這一回合出來的內房股業績 都見到很多 是毛利率有個明顯的急跌 但是這方面 就不是說反映今年的樓市特別差 而是說 本身他們今年上半年所入帳的項目 其實大部份 都在年幾兩年前來買的 你說當時樓市都可能經歷著一個所謂調整 所以當時很多的發展商都被迫 是用一個比較低的價錢來清貨 所以變相去到今年上半年入帳的時候 就令到毛利率方面 就有個明顯的受壓 但是如果你說看回今年上半年所賣的 就是樓花合約銷售來說 其實整體那個價格 都已經是比起對上兩年 是有一個明顯的回升 意味著毛利率下跌這個因素 就未必會維持很久 所以如果你說看回去 就是單單是今年的樓盤的銷量 都真的叫做出乎意料之外是好的 我相信去到全年來講 整體那個賣樓方面 都應該能夠是可以超過去預期的目標 所以你說這隻股販 正如你所說 由高位回調了這麼多 現在下去大概到五十天線 去回你說二十一個一 二十一個二這些位 都可以選擇買回來的了 好嗎?有小姐 好,謝謝你電話先 講到逢股方面的消息 都跟進回這個版的最新情況 中海外跌近一毫子 入澳二十三個三 環智地跌一毫半 碧桂園升三先 西莫房地產升兩毫八 而富力方面升一毫四指 瓦居樂升八先 合景泰府升八先 遠洋地產升五先 恆大升一毫二 月秀母升跌佈兩兩毫一 好,看完內房股方面的情況 回答一下家庭觀眾 email問題 想問就是編號2342 經訊通訊 有貨 他說在兩八毫半 就入了一萬股 現在看到股價去說 就去到兩半了這個水平 應該沽好 再繼續拿著它 這隻你看到他 之前幾天前 公佈的上半年的業績 都不算太理想 無論是收入 也要跌成一成半 另外利潤方面 今次也要繼續 錄得一個虧損 說虧錢也有1.6億 你看到毛利率方面 也有27%多 跌到25.5% 當年業績仍然交不到功課 特別是今年上半年 其實很多所謂做電訊設備 電訊系統的公司 包括五二 又或者中興通訊 都是有個相對不錯的表現 偏偏說這隻 經訊通訊出來的業績 都跟其他的同業有這麼大的落差 反映了它在營運方面 都可能受到一定的問題 既然你看到它之前出來的業績方面 都不算太好 再加上股價都在昨天來講 都出現一個很明顯的急跌 還有你說昨天這一下的大成家 一支大陰燭跌下來 都令到之前一段所謂橫行的格局 是受到破壞的 你說它現在這些位置 在2.5%暫時做回一個整股 但是你說接下來 當那個沽壓再次湧現的話 整個那個跌勢 都還有機會是要延續 股價方面 我相信接下來 有機會要試回2.2%至2.3% 所以如果你說上面2.8%買了 我都建議 其實最好應該在昨天 一出完業績之後 就做止蝕 但是你說昨天沒有做止蝕 沒有走貨 暫時都可以考慮等股價 看看有沒有機會 上回2.5.5%至2.6%這些位置 就可以去考慮去減榜 OK,好,多謝先 這個家庭觀眾的E-mail OK,我們都轉向話題先 最後剩下的時間 想和Jason談談 在一些內險股方面的情況 特別是23.28%財險 股價非常好 現在表現來說 正在升7%過外 升6.9%至10.48% 都有點驚喜 跟進回內容 財險方面 中期純利按年增加有17% 去到76.29億人民幣 好過市場預期 派中期息是0.243元 即大約是3.1%港元 交虛年增加有16% 其中一個亮點 就是講到投資市場方面的成績 都不錯 以實現和未實現的投資淨收益來說 由去年上半年有個虧損4億來講 現在虧轉型 賺2.27億元 亦都表現非常之好 跟Jason談談 怎樣看這份業績 以及會不會前景方面 都可以繼續看過 當然你說投資收益的上升 就不單止財險方面的獨特優勢 因為都看回今年上半年 內地A股市場都明顯是有個好轉 都令到一眾的內險股 在這一方面的收益 都有個明顯的改善 所以我相信你說今天財險升這麼多 投資收益這個因素 就未必是一個最主要的關鍵因素 反而我相信現在市場上面都留意 就說它本身在那個汽車保險的一個業務方面 都是有個幾不錯的增長空間 之前大家都擔心 就說內地市場那個車險的利率會開放 會不會都令到競爭加劇 但是看回今年上半年 在那個車險方面實現的營業額 都仍然錄了一個雙位數字的增長 而且看到它的利潤率方面 都沒有一個很明顯的售壓 這一方面都見到 就是開放這個市場 對於集團來說 就不是說有一個很大的衝擊在這裡 再加上你看到它在那個 就是控制成本方面 成本綜合比率方面 都能夠維持一個相對比較低的水平 再加上它的償闊能力充足率方面 都能夠保持在接近190-200%這些水平 反映到短期之內 你說要再集資的機會 壓力真的不大 基於這些因素 我相信股價都能夠 可以進一步追回之前的落後 OK 好,謝謝Jason先 我們又想聽聽電話 陳小姐 是 你好,早安 大家好 你好 我是想問13 到底它買白階還有沒有聲氣 還有它這個價位還有沒有得上 OK 好啊 謝謝 暫時來說 上回就是90元水平流上 91.65元 暫時升4.5元 很多家庭觀眾都問黃黃方面 究竟白階方面的進展又如何 八階基本上之前就叫招標 都見到有八個投資者入標 來買的 也有些傳聞說華創方面 都計劃用三百億左右的價格 來欺購 在作價方面都叫做領先其他競爭者 那我相信你說接下來 即是黃黃在這一方面的消息 都有機會會在可能下個月裡面 就會公佈 一旦如果你說見到它那個作價方面 都能夠叫做高過三百億 高過市場預期的話 對股價來說 都還會有個正面的幫助 那你說要買的 好像剛才所說 你說到股價接下來 有機會落到八十八元左右 這些位置去到買就比較穩陣 那你說在上面比較大的阻力 就暫時先看回九十三個八 嗯 好啊 多謝先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要問的嗎 想問 我真的有 因為黃黃 是拿了一層 拿了一層 拿了一層 還有九十二個幾 那我想 我這一次又不能收回多少 那你說 即是回到家鄉價 其實九十二一賣 跟現價來說 不是說差太遠 那我覺得就不需要特別擔心 亦都不需要這麼快走貨 那接下來我覺得 正如剛剛所說 你說去買百佳方面 都應該會有個不錯的一個作價在這裡 那會不會 接下來真的藉著這個消息 能夠令到 即是股價連九十三個八 這個這麼大的阻力位都穿得到 那一旦你說成功突破 那在下一個的上網目標 就有機會可以看上去一百元左右 OK 好 謝謝 看到一百元不錯 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論多郭Sir跟我們聊天 有事想問郭Sir 不妨打電話來問他 電話二線 二八零四六五六六五 我們稍後再聊 最後做申報 說的股份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謝謝Jason 稍後再聊